在金鐘港鐵站 放工人潮提早出現 過百人迫在售票大堂 等候入閘及搭車 港鐵要實施人潮管制 港鐵指 8號台風信號下仍會繼續服務 呼籲乘客不用趕搭列車 避免車站過分擠涌 由此個別車站會有人潮管制 希望乘客諒解 通訊事務管理局辦公室宣布 由於天氣惡劣 市民可能急於利用電話聯絡親友 電話網絡有機會因而繁忙 甚至擠塞 如果未能打通電話 應該內心等候再作嘗試 不要不斷重拔 另外在金鐘巴士站都出現人籠 排隊等車 情況未見混亂 巴士公司都派員到巴士站維持秩序 指人籠較平日提早出現 但相信巴士班次加密 可以消化人籠 機管局就指 截至傍晚6時 有超過60班底港及離港的航班延誤 一班離港航班取消 機管局呼籲乘客留意航班資訊 出發前才瀏覽機管局網站 香港本群電視記者王嘉林報導 一定是暫停電視機 空間接觸機 如果未典電液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